第七集 董事说着,用手去扯挂在巧娘身上,做壁虎状的跪截儿的。 好了好了,都搂了这么一会儿了,该让你娘去洗个脸,喝杯茶才来抱你。 桂姐儿猴在巧娘身上,只觉得安稳得很,被董事扯了一扯,强暴了供去,正要扁嘴哭起来,嘴里却被塞了一颗糖,这下哭声马上就止住了。 说实话,桂姐儿刚刚也惊起自己的举动,完完全全地投入于自己是小孩子这样的情绪中,见到巧娘,就觉得彼此一酸,被巧娘抛弃了一天之后的那种委屈,别后惊喜等等,全涌上心头,非得去藏在巧娘身上才觉得安全。 带着明发和巧娘洗了脸出来,又去上茶来喝了,跪截儿嘴里的糖还没溶进,自是过去甜甜地叫了一声又一声的娘,把巧娘叫得心里直发软,忙着又把她抱到膝盖上,搬着脸,亲了又亲。 董事这里打趣道,怎么只跟你娘亲热,就忘了你爹呢? 桂姐儿扶在巧娘身上,不说话。 这明发自己笑了说, 嘴,最大出声都是巧娘带着她,我这个做爹的,除了给她起个名,啥也没做,甚至也很少抱过她,她不跟我亲热,这也正常。 董事见他们喝完了茶,知道他们一路上赶来渴得紧了,现夏天又热,正是该多喝点茶。 忙又起身,再给他们各起了一杯茶,笑问道, 桂姐儿这个名不是小名吗?什么时候郑军给她起个闺蜜? 郑军发又喝了一口茶,随手拿了搁在边上的扇子,自己扇了扇,又去给巧娘和桂姐儿扇了几下,一边打董事的话说。 郑军的闺蜜其实已经想好了,就叫郑桂琪,只是我娘不让人叫这个,说她还小,怕叫大名没得舍了她的福气,给她起这个名时。 我娘居然离我写了,拿了去给那个曾老道掐算了一回,让她给测这起的名好不好呢。 像来荣他们当时,我娘也没这帮招紧过,正经的是疼这个宝贝孙女呢。 坐着一会儿,巧娘便茫茫的要告辞,董事万分不舍地跪姐儿,又墙留不得,少不得把昨天至今看着喜欢玩的,喜欢吃的,一股脑的装在提栏里,令郑冥发提着回去,令又把一串菩提银链子递给巧娘说。 这是你大哥前几年出海得的,虽不是很值钱,寓意却吉祥,你先给跪姐儿收着,过些年她大些,才拿出来给她带吧。 巧娘看那银链子,隔着小小的银钉子,就穿一个菩提果,难得的是,那菩提果比为之还小,成扁球形,周围散步心心小点, 中间天然有一个孔,方便穿孔,她正端详呢,董事优秀的,去闻这菩提也称心悦菩提,中间那个洞一围月亮,周围散步的那些小点儿是星星,俗称众心捧月, 对,贵姐儿带上这个,将来也做一个重心拱月的贵人。 巧娘听的鱼翼果然极好,少不得带贵姐儿道了信,小心收好了,笑道, 贵姐儿认了一个干娘,骗了多少好东西,若是多认几个干娘,我们也不用干活了,只等在家里设东西罢了。 一边说一边笑,心里知道董事是真正疼爱贵姐儿的,越发的感激,只寻思着贵姐儿将来要如何,都不能越过董事去。 贵姐儿猴在巧娘身上,顾得旅车已是等在门口催着,董事还是不舍得她,扶过身子贴在她的耳边说, 小乖乖,下次再接你来玩,还有许多好玩的你没见过呢。 贵姐儿转过脸,嘖的一声,亲在了董事的脸上,甜甜的笑了,一边直直天空,一边又直直董事的脸,做出快些进去,不要被杀黑的表情动作来。 董事得了这一个甜吻,一颗心酥麻酥麻的,在一见贵姐儿的动作,笑得花枝乱颤道。 我就知道,干娘没白疼你,心下就晓得疼爱干娘了,还怕干娘被晒黑了,让我快些进去呢。 你怕你干娘被晒黑,倒不怕我被晒黑啊。 乔娘逗弄着跪姐儿,拖在她小屁股上的手紧了紧,笑着对董事的,心下就偏着干娘了。 把董事说得更加高兴,看着他们上了旅车,方才恋恋不舍地进了门。 一回到家,郑婆子和张黑桃正忙着往一个下面缝了纱布的架子上倒水,隐约见到纱布上一团团米色的枯状物,正是碾成枯状的番薯。 张黑桃咬了水倒在架子上,郑婆子用手去大力搅动着架子上枯状的番薯,让水渗进去。 没一会儿,就留了一大盆泛着白沫的米色番薯水。 跪姐儿知道,放到晚上,这些番薯水下面就会结出一层番薯粉,只要把上面的水倒掉,然后把结得硬硬的番薯粉弄出来。 倒散了晾在蒙了纱布的平面架子上,晾干了就是白生生的番薯粉了。 郑婆子见巧娘接了跪姐儿回来了,转头笑道, 念了番薯粉,郑大米儿就做点粉果子与大家尝尝,你要还不回来,就不留给你。 跪姐儿见他们劳作,比试凑过去看个仔细了。 古代人民真的心灵手巧,没有电力的情况下,愣是人力把问题解决了。 巧娘这里忙着下灶烧饭,带得煮好,见郑婆子和张黑桃还没忙完,只得安顿孩子们先去吃饭。 自己又去给郑婆子打下手,一边嘱咐张黑桃说, 你顺子不变,还是歇一歇,先去吃饭吧。 张黑桃怀了孩子,肚子已是显了出来,这会儿正觉得腰酸背痛呢,得了这句话,便把手里舀水用的长饼大勺子递给了巧娘,扶着腰进去了。 郑婆子一边脚翻鼠壶,一边问巧娘说, 贵姐儿这回到亲家舅舅家去住了一晚,没脚的他们不安生吧。 巧娘一边咬水一边说,她跟娘嘴里都是夸的花,半句没有听搅不搅的, 我去结婚时依依不舍的,若不是贵姐儿粘在我身上不下来, 她嘴里那句要留贵姐儿再住几日的话就蹦出来了。 巧娘这里说着,看着桶里没水了,进屋倒水缸里咬了一桶皮出来。 经过饭桌时,见贵姐儿做的四瓶八碗的,自己咬了菜汁拌在白粥里,大口大口的吃得欢快,并不用大人服侍。 出来跟郑婆子说,贵姐儿虽然还小,这言行举止,叫我如何不疼她? 有时,我得闲时,看她吃东西吃得慢,拿了碗来喂她,她也不推举,乖乖地就着我手里吃。 若是大人忙时,她就自己照顾自己,也不劳人叫嚷,该怎生吃就怎生吃,既没有饿着,也不跟哥哥们争抢什么。 随着她哥哥都敬让着她,平生她也敬让着哥哥们,并不娇气。 看看别人家那瘦宠的小女儿或者小儿子,自己吃不了的东西偏要抢,自己能吃的东西偏不要,跟大人别扭着。 郑婆子看着番薯姑也搅完了,只觉得手臂酸麻得很,自己甩了手臂说,老了,不中用了,这才几桶番薯呢,就把我累成这样。 想起先前那儿,趁着月色好,十几桶番薯都是自个儿左手摇水,右手搅动,连夜就干完了。 看看天色就亮了,歇也没歇得一会儿,住完番又下地了,那时也没觉着怎么样,线下还有人帮着,这手却抬不起来了。 巧娘也知道,郑婆子与郑伟生刚去世时,要操劳一切,即使辛苦了好一阵,后来自己嫁过去,她多了一个帮手,这才好些。 两婆媳这些年熬下来,虽免不了有时有一些小碰撞,然在乡间也算是他们和睦了。 再加上,巧娘见郑明发于明面上虽没有偏帮自己,有时还貌似站在郑婆子那边,但于夜间,却是带郑婆子陪着小心,又着一体贴,好语温存,便慢慢地也让着郑婆子,直线下倒是有说有笑,壮如母女。 两个干完了火,收拾好家伙,进去见孩子们也吃完饭了,却不见张飞桃在饭桌,原来她先洗澡去了,并不敢先上桌吃饭。 郑婆子见她还是守着规矩,不敢越过她和巧娘先行吃饭,心中自是高兴。 嘴里却说,你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,只管先吃便是,不必等着我们的,要是饿着我的宝贝孙儿,可不是我儿子。 张黑桃步履有些重,挪了过来坐在巧娘身边,笑着说, 起来时先喝了一碗米汤,可不敢空着肚子去洗澡,怕肚子那个不一呢。 婆媳三个把孩子们吃剩的菜汤菜汁拌在饭里,一边吃一边说笑。 郑婆子见饭还有很多,杨生对郑明叶说道, 你们今儿吃得到少,这还有很多呢,快过来再吃一碗。 郑明叶坐在屋角一小块木板上,正拿着刀子叼出一只鸟来,看看那刚叼了一只鸟头,已是行神十足。 这会儿听得郑婆子的话,也扬声答道, 我吃得不少了,这回吃不下了,确实二哥吃得少, 说是在亲家舅舅家吃了不少茶果子,肚子胀着,吃不下饭呢。 郑婆子嗡了一声说, 哦,即使如此啊,这剩下的饭留着夜里炒一炒,与民发吃吧。 贵姐儿见张黑桃做小衣裳,挨在他旁边坐着,还伸伸小手,猫似想帮忙。 张黑桃笑着说道, 要是来容他们,有这般听话就好了,可知还是生女儿起贴母亲。 这明夜还坐在角落里,叼着手里的那只木鸟,听得这话抬头说, 如果你肚子里的是一个女娃儿,大了自然能帮着你,也能帮着带弟弟们。 张黑桃催了他一口说, 嘿,别瞎说,我肚子里的可是难玩儿。 他虽喜欢贵姐儿,可没有希望自己第一胎生下的身女儿。 欲欣只想着生下难玩儿,好吃个定心玩儿,至于以后再生的是男是女,就没相干了。 数热剑退时,张黑桃也到了临产期,因为是第一胎,总是有些害怕,悄悄跟巧娘说。 谁说,女人生孩子就是一脚踏进鬼门关,这几日我肚子瞎坠得厉害,像是要生了,我睡得不好,心里不由自主地乱想。 巧娘拍拍她的手,安抚道, 你身子底子好,没事的,我生第一胎时,比你还害怕呢。 末了,还是顺顺利利的生下来了,孩子也壮见可爱,你这个时候只管养好精神,保你母子平安。 见张黑桃还是有些疑虑,巧娘悄悄地跟郑婆子说了一声。 郑婆子点点头,蒸了粉果子,又去买了香煮,拿了张黑桃家常穿的一件罩衫,提了篮子到妈祖庙里祈福。 回来时把赵山拿给张黑桃说,"我已在妈祖娘娘跟前许了院,保你生产时顺顺利利的,这赵山叫妙柱念了金的,你穿上一会儿,再拖下来挂在床头吧。 说着,又从篮子里拿了一小杯黑乎乎的浮水,用柳叶沾了浮水,撒在张黑桃身上,口里不知默念了几句什么。 默念完后收拾好东西,过来笑着说,"好了,万事已妥,只等报尽孙了。 张黑桃被郑婆子这么一弄,再这么一说,果然心神大定,一律全笑,又照常好吃好顺了。 贵姐儿本来见这里的乡下人,若是有个什么事,总要跑到妈祖庙去求个签,祈个福,暗暗嘀咕过,真迷信。 只是这回,看着郑婆子往妈祖庙里这么跑一趟,却令张黑桃镇定下来,却暗暗点头。 有信仰的人,总能从神明那里得到精神安慰,求神拜佛这种事,对科技不发达时代的深斗小民,总是有无可估量的安抚作用。 到了八月初一这天早上,张黑桃闷哼着,说肚子痛得厉害,巧娘看她的神色,估计可能要生了,忙让她躺到床上。 出门口见张海妹在门边玩,忙让她到田里叫郑明夜和郑婆子,自己慌忙跑到后街叫产婆。 产婆来时,摸了摸张黑桃的肚子说,早着呢,过着两个时辰再来叫我。 这里,郑明夜和郑婆婆已经从田地里回来了,也不敢再出去,只守在家里。 再怎么说,这第一胎总是要小心些的。 过了两个时辰,巧娘听张黑桃哼哼地大声了些,忙又跑去叫产婆。 产婆这回来了,倒是忙着叫他们烧水,又摸张黑桃的肚子,手里转了几个圈。 回头对郑婆子等人说道, 先给她喝碗米汤长长力气,这胎头有些大,生时得费些力气。 这胎头大,可大可小,郑婆子虽心里嘀咕,看看守在门外的郑明夜,脸上却不动声色,怕自己一慌乱,导致众人失了主张。 只是吩咐巧娘去咬一碗米汤进来,自己双手合十,朝四面拜了拜,不过求四方神明都来保佑之类的。 贵姐儿被张海妹带到大门外去玩,玩了好一阵,还是没有听见婴儿的哭声,也有些不安。 这小婶子不会出事吧? 先时觉得这个小婶子极有主张,还怕她过了门,会与老娘等人不和。 即至她过了门,尊老爱小,也是一个顾家的,又很意外地与小叔和和气气,和家倒也慢慢地把她看作了自己人。 就管大家见她哼了半天没生下来,都着急起来了。 看看午饭时间,贵姐儿撇下张海妹,自己回身跑进了门,见郑明叶伸长脖子去看挂了帘子的房门,只是被郑婆子拦住不能进去,急得直跺脚,正要过去扯郑明叶的手,只听到房内传来张黑桃啊的一声大叫,接着就是一串婴儿嘹亮的哭声。 产婆高声道,生了生了,一个大胖小子,母子平安。 大家不由,全松了一口气,洗得全冲进去看那小婴儿。 郑婆子知道产婆这回辛苦了,除了惯例的辛苦钱之外,又另送了她一份赏金,千恩万谢地送出了大门外。 这咱回身来看张黑桃母子。 我那个糖感应还是她跑进去看后来的 seule了? 对 MICHAEL